如果有客氣大衆說要臺灣 這是半導體制作上 這個美工轉給臺灣的行動 現在我們臺灣這邊說要來 優利一百五十萬港 今天這個美工的工會 去美國財大協會頭前開記者會前 公司的氣氛 其實每個員工在上班 都非常的戰戰兢兢 因為不知道下一秒 誰會被公司進行通知約談 媒體又批漏要裁員十五趴 那公司其實在協商 一直說沒有 但是根據他過往的新聞的 砍的趴數一直在不斷增加 其實每個員工看來 看到其實都是敢怒不敢言 將來臺灣的路口 向向要讓人臺灣 臺灣表示說 和公司的第一次協商 目的到公司選舉的回應 所以現在和這個 上班的臺灣都分析的三眾 集會去美國財大協會 來拜訪到前前 要求說人權不應該有差別 但是臺灣的路口也很需要 有公開透明的主席 請求資訊公開